第七名 光之继承者 当年第一次听游戏店老板介绍 说我听成遗产继承者 我还想这游戏有点牛逼啊 这游戏是我和我妈一起去买的 结果我要发挥传统主义 买垃圾游戏的时候 我妈看见别人在玩这个 当场拍摆了 当时我还心怀不满的走回家 觉得我妈又不玩游戏 懂屁啊 结果玩了后真香 母上大人英明 游戏画面你们也看到了 MD上少有如此细腻 犹如动画片般的画质 操作也很流畅 打击感也给力 路上还能收到水精灵 火精灵 暗精灵 石轮花精灵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先后收到的顺序就是这样的 精灵各有神通 关卡很多机关都需要用到 游戏流程设计难度失踪 各类谜题和机关设计的密度 及难度刚刚好 使得游戏进程 节奏很紧凑 当然 最大的加分项还是在画面上 感觉已经很接近 30LG的水平了 第六名 泰格力质传2 小时候文化水准不够 加上是繁体自写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是以为日本的泰监力质传 感觉有点神奇 一代的时候就很想买 结果一看光龙出品 信一个的 一看标价 果然不出所料 308 得了 误会直到好几年后才解开 我堂弟买了爱戴 从他口中得知 原来是 泰格力质传2 问题泰格是啥玩意儿 游戏我大概总结下 就是七点典型小白爽文套路 一个长相猥琐 身高不足1米5 外号叫猴子的从小字 成为了一统日本的大名 区别就是这是历史上的真实 甚至现实中这猴子还发动了朝鲜战争 准备一统东亚 想迁都北京 自己在宁波养老 这猴子名叫 封城秀吉 第五名 怒之铁拳3 由于之前买了一打垃圾 双人清关游戏 所以后期 瓜哥MD游戏 也就不买这种类型的 这游戏是我堂弟买来的 玩过后 两人抱头痛哭 感叹到 终于在家运机上玩到 能媲美接机的动作清关游戏了 游戏连招手感齐佳 必杀技种类繁多 还有不少隐藏要素 可供玩家反复探索 加上多结局的设定 MD第一动作清关游戏 有人有意见吗 有意见的请留言告诉我 双人打到最终Boss时 两人都要选择是否投靠Boss 一人选试 一人选否 最终战就是两个玩家PK 两人都选否 就是要一起干掉Boss 两人都选试 就出发被Boss收下当狗的结局 另外游戏流程 有三个Boss能被招详 感觉有点像把我前面几集介绍的双截龙三 和吞噬天地2的特点结合了起来 第四名 梦幻模拟战2 又是款经典中的经典 二代是该系列的巅峰 后述的第三代把系统全部推翻 变成50对50 但战略性很差 四代五代是完全回归到二代的系统 战斗画面改为10个小人对10个小人 但由于当时光盘的读取速度 每进行一次战斗需要读盘20秒 你算算一关你要战斗几次 有多少生命被浪费了 我后两座都玩了大半烂尾了 系统上也没有比二有什么进化 比较失望 二代的难度非常具有挑战性 到现在我都能忌止 而四代五代的关卡 我完全没有印象 应该挑战性不高 只有独拍慢 让我现在还印象深刻